目前美朝对话还没有举行 这个能不能够顺利实现 这个恐怕还取决于下一步 这个各方 特别是美朝双方的努力 特别是美朝双方能不能够 这个继续相向而行 相互释放善意 同时也取决于各方 能不能够为支持 美朝之间的实现对话 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提出这个双暂停的倡议 它不是目标 它是为各方能够重启 这个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来创作一些必要的条件 那么下一步恐怕就是 按照我们提出的 双轨并进的思路 来把这个半岛的这个问题的 有关的对话 能够逐步的影响深入 那么在这个探讨解决 这个半岛核问题的同时 也能够这个探讨建立 这个半岛的这个和平气质 这段时间以来呢 中国和有关各方之间 还会继续加强沟通和协调 来推动这个半岛局势 目前出现的这种积极变化 能够持续下去 这种积极变化